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童祠礼 在森林里生活着一群狼和一群柴狗 这是两个水火不容的种群 或许造物主在造就柴狗和狼的时候 就在各自的心里种下了敌视的种子 我出去给你找点东西吃 你在家里等我 我不饿 你别出去了 你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的 我没有胃口 我想吃 我想念我们的孩子 你不能这样下去的 你得养好身体 我们还会有孩子的 好的 老公 我听你的 那就好 我出去找点吃的给你补充体力 很快就回来了 你就放开心情等我回来 好的 听说最近外面有恋人 你可要小心一点啊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这只公柴狗为了给妻子找到可口的食物 便冒险来到了狼群的地盘 并且在那里发现了一头猪欢 经过一场艰苦的搏斗 那柴狗终于取得了胜利 可恶的家伙 终于被我打败了 这只猪欢 够我和妻子美美地吃上几天了 公柴狗疲惫地来到那猪欢的面前 准备将它蹲回家 这时候 一只母狼快速地从草丛里扑了出来 它直接咬伤了公柴狗 可恶的狼 竟然趁我精疲力尽的时候偷袭我 哼 不知天高地厚的柴狗 竟然敢跑到我们狼群的地盘捕猎 不过这倒便宜我了 一只猪欢 一只柴狗 这足够让我和孩子们美美地吃上几天了 当母狼要过去带猎物回家时 临时闻到远处传来的火药味 糟糕 有猎人来了 我要赶紧回家保护孩子 怎么回事 老公出去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回来 我会遇到什么危险了吧 母柴狗在寻找丈夫时 经过母狼的洞穴 一时闻到了老公气味 是你杀死了我的丈夫 刚才你老公没有被我咬死 编成我的食物 刚好你来了 就可以成为我的副中餐了 你别想 我要帮我老公讨回公道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哦 危险 火药味道越来越强了 是刚刚的猎人找到这里了 不行 要快躲起来 还可以 糟糕 这下子怎么办呢 他这是在干什么 为什么不赶紧躲起来啊 啊 他这是干什么 怎么朝猎人的方向跑过去 这不是在找死吗 哈哈 打中了 今天运气真好 竟然来了一只笨狼 快 我们赶快把他抬回去 好的 真的是太走运了 这么大的一只狼 可是能卖非常多钱的 奇怪 他为什么要自投罗网啊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他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才依然朝猎人方向跑去 牺牲自己的性命 也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这就是母亲 可是他死了 这四个小家伙也活不了啊 母爱发挥的柴狗 最终将这四只小狼仔 带回了自己的洞穴 偷偷抚养起来 随着小狼越长越大 他们终于引起了 其他柴狗的注意 孩子们 别出声 外面有情况 妈妈 有什么状况啊 噓 别说话 陶灵 他在里面 我们需不需要进去 不用了 我看 还是把他叫出来吧 孩子们 你们在这里等我 千万不要出声 也不要出去 听到没有 嗯 他出来了 头领 有什么事吗 要知道 我们和狼 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你怎么能抚养狼的孩子 你这是在慢性自杀 也是在叛逆啊 快去 将他们杀掉吧 尊敬的头领 虽然他们是狼的后代 但我可以抚养他们 让他们喝着我的奶水长大 这样 可以成为狼和柴狗 共同的孩子 也能成为 消除我们彼此仇恨的开始 不 他们身体里 流淌着狼的血 现在他们还小 身体里的狼性 还没有萌发 等他们长大后 出于本能 他们会仇恨我们 伤害我们 所以 趁着他们还小时 赶快解决掉他们吧 可是他们还是孩子 头领 他们都认为 我是他们妈妈的 那是他们不懂事 一旦他们长大 那可就危险了 为了我们的家族 也为了你 快去解决掉他们的 不 不能 这太残忍了 那就赶走他们 不 离开我 他们连三天也活不了 你对他们的生死 为什么这么关心 难道你忘了 你的丈夫是怎么死的吗 啊 我的丈夫被他们的母亲 咬伤后病死 你都知道这个事情 若你自己下不了手 那就让他 来替你执行这个任务 好的 这事就交给我吧 头领 让我带他们离开这里好吗 我保证 绝对不会再带他们回来的 啊 你真的要这样做 是的 我说到做到 好吧 那你就带着他们走吧 走得越远越好 如果再让我看到他们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头领 我明白的 你为了狼崽子 竟然要离开我们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因为 我是他们的妈妈 等他们长大后 你会后悔的 即便将来后悔 也无所谓 现在 我是不会放弃他们的 孩子们 不要害怕 跟紧我 离开了柴狗群 柴狗妈妈 要想独自在森林里生活 并照顾四只小狼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她已经好多天 没找到充足的食物了 饥饿让她感到头晕目眩 好累啊 今天怎么一点力气都没有 我看 我还是休息一下 再去捕猎吧 好饿啊 我的肚子都饿扁了 妈妈已经出去找食物了 她一定会给我们 带回食物来的 这几天 妈妈带回来的食物太少了 她自己都没舍得吃 所以今天 不管妈妈带回多少食物 我们都得让她先吃 对 妈妈太辛苦了 我们现在长大了 得帮妈妈减轻负担了 我的孩子真是太懂事了 不行 今天我说什么 也得找到食物 柴狗妈妈再一次走进了森林 突然在一棵大树下 她看到了一大块诱人的食物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块食物啊 哎呀 这是一个圈套 就这么放弃这块食物 也太可惜了 如果我轻轻地将这块食物取下来的话 那我们一家 便可以吃一顿饱饭了 为了让全家吃一顿饱饭 柴狗妈妈铤而走险 准备将这块食物取下来 她谨慎地伸出脚 一点一点地将那食物往外移动 食物一点一点地从捕兽夹上脱落 黑亮亮的铁夹子显露了出来 柴狗妈妈见后急忙将脚缩了回来 如果被这东西夹住可就惨了 这几天妈妈带回来的食物太少了 她自己都没舍得吃 所以今天不管妈妈带回多少食物 我们都得让她先吃 对 妈妈太辛苦了 我们现在长大了 得帮妈妈减轻负担了 不行 今天不管说什么 也得把食物带回家 柴狗妈妈飞快地用前脚 继续地抓着那块食物 当那块食物从铁夹子上掉落下来的时候 她快速地合上 柴狗妈妈飞快地将前爪抽回 可即便这样 她前脚还是被铁夹子撕开了皮 掉下了一大块肉 血一下子涌了出来 哎呀 好痛啊 柴狗妈妈挣扎地忍着巨疼 叼着那块食物 往小狼所在的灌木丛走去 妈妈回来了 妈妈 你今天怎么出去了那么久 哎呀 妈妈 你的腿这是怎么了 妈妈 你受伤了 伤得好重啊 妈妈 你流了好多血呀 要不要紧啊 我没事的 我会很痛的 孩子们 今天妈妈给你们带回来了好大的一块食物 你们快吃吧 哦 妈妈 你太辛苦了 你先吃 是啊 妈妈你先吃 你要是不吃 我们也不吃 对 妈妈 你不吃 我们也不吃 好好 妈妈吃 妈妈吃 第二天清晨 柴狗妈妈一觉醒来 发现四只小狼全都不见了 她急忙一拳一拐地四处寻找 孩子 我的孩子 你们在哪里啊 妈妈 你的脚受伤了 应该在家里休息 一觉醒来 你们都不见了 我能不着急吗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你的哥哥姐姐呢 妈妈 我们在寻找食物呢 是的 妈妈 我们长大了 你有伤 以后寻找食物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好了 孩子 你们真是我的好孩子 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有爱 就没有化解不了的仇恨的啊 不离不弃 生死相依 阿张是一位潜水爱好者 当他在一片海域进行潜水的时候 惊奇地发现了一只不害怕人的河豚 阿张看着前方不远处游动的那只河豚 他虽然看到了阿张 但是却没有逃跑 而是不舍得还在那片水域游着 真是奇怪 通常河豚都是很胆小的 水面一有晃动就会游走 可是这只怎么胆子那么大 看得出来他已经很害怕了 但为什么他怎么还敢留在这里啊 阿张仔细地看着前方那小河豚的四周围 突然 他终于发现了端倪 原来有一只小河豚 被海中的一块破鱼网给缠住了 难怪他明知危险降临也不肯游走 原来他是在这里守护着自己的同伴啊 阿张想到这里 便捡起海底的一块石头 将鱼网割开 让那只被困的河豚恢复了自由 鱼网里的小河豚得到自由后 急忙游到同伴身旁 另一只小河豚高兴地围着他游了几圈 然后高高兴兴地一同游走 胆小的河豚明知有危险 也要坚持和同伴在一起 你们说动物之间的情感 是不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呢 阿张 如果这不是你亲身的经历 我真不敢相信 河豚竟然能做到不离不弃的陪伴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或许这两只河豚只是个例外吧 在为难的时候不抛弃对方 很多人都做不到这点 动物的情感总不会超越我们人类吧 有时候动物们遇到困难时 互相的陪伴与共度难关 真的是超越我们人类的 阿张说的没错 我也曾亲眼看到过这样的事情 哦 也是不离不弃的河豚吗 不 我看到的是两只生死相依的乌龟 生死相依的乌龟 阿智 快跟我们说说这件事情吧 那是我十几岁的时候 那一年暑假 我到乡下伯父家玩 有一天我和伯父去山上采野果的时候 看到山沟里有一个山洞 伯父 你快看那里有个山洞哦 我知道 我年轻的时候 村民还在那个洞里供奉过雨神呢 哦 供奉过雨神 没错 大概是二三十年前吧 我们这里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汉 老天呀 你要是再不下雨的话 我们可就没有活路了 老天啊 求求您可怜我们赶快下雨吧 整整半年没下一滴雨了 看来只能按照那古老的方法来求雨神了 太爷爷 有什么方法能求雨来 你就快说吧 是啊 太爷爷 你是我们村子里最年长的人 见多识广 你说的那种古老的方法究竟是什么呀 要想向雨神求雨来 首先得建一只通天柱 通天柱 什么叫通天柱啊 就是修建一根柱子 它的一头需要通达到天上 一头通到天上 这怎么可能啊 是啊 通天柱怎么可能建起来啊 这么说 我们根本没办法求雨啊 其实可以将通天柱建造在山洞里 柱子的一头顶着一处的洞顶 那就算是通天了 这样来的话就好办多了 我们赶快去山林里 找个山洞的修建通天柱吧 对对 早一天修好 就能早一天下雨 要修通天柱 还需要找一只乌龟 通天柱必须得由乌龟驮着才有灵气 哎 有道理 你看那些功德碑 都是有一只大乌龟驮着 可是我们这里的河水 已经干枯一个多月了 去哪里找乌龟啊 在下游 在下游还有一小片水洼 说不定那里会有乌龟 不如我们去那里找找看 对 我们兵分两路 一部分人去山上寻找合适的洞穴 一部分人去找乌龟 就这样 村子里的人都在为建造通天柱 而寻找着山洞和乌龟 你看 那里有个山洞 太好了 我们去看看 这个山洞里面 适不适合建造通天柱吧 这个山洞真是太合适了 大小高度都符合我们的需求 没错 现在就差一只乌龟了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抓到乌龟 这里真的会有乌龟吗 当然了 我昨天路过这里的时候 还看到一只乌龟浮在水面上呢 它的体型还不小呢 可是为什么 我们找了这么长时间 却找不到呢 那乌龟不会是跑掉了吧 周围只剩下这么一片水洼还有水了 乌龟还能往哪里跑 我看 它一定是躲在水里的淤泥里 我们用圆桥挖挖看吧 好吧 那就试试吧 下手轻一点啊 要是把乌龟弄死了 可就不灵了 不行 这样下去 人类一定会发现我们的 那怎么办啊 你答应我 一定要躲在这里 千万不要出去 啊 你要干什么 如果他们抓到我 或许就不会再继续寻找了 不 你说过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的 你听我的 如果我们俩都被抓了 那就糟糕了 这里有好多石头 你说乌龟会不会躲在里面啊 有可能 我们就在这里仔细找一找 记得 不要跑出来 一定要躲好了 我去把它们掩开 你快看 乌龟 好大的一只乌龟 我抓住它了 不好 我老公被人类抓住了 你看 又出来了一只 赶快抓住它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一下子 竟然抓住了两只大乌龟 这两只乌龟 我们都带回去 让太爷爷看看 用哪只合适 我不是说过 你别出来吗 你怎么就是不听啊 我们说过 从今往后要一直在一起 生死相依 不离不弃 唉 现在 我们都被人类抓住了 这次可是凶多吉少了 就这样 这两只乌龟 都被村民们抓起来 带到了山沟里的这个洞里 太爷爷 你看 我们抓回来的这两只乌龟 合不合适啊 嗯 不错 我看就用这只龟 来驮通天住好了 太爷爷 只需要一只乌龟就够了吗 是的 我们只需要一只乌龟就可以了 剩下的那一只 你们带出去放生吧 放生 这么大的乌龟放生了多可惜 我看还是来回去煲汤吃了吧 胡闹 乌龟的灵性非常的高 所以才让它驮通天住 你要是吃通灵乌龟的话 是会遭到报应的 哎呀 是哦 那我还是听你的话 把它放生了 众人开始将雌龟安放在地上 然后开始在其身上 垒着石头 而雄龟则被小蕴拎出了山洞 雄龟双眼不舍地看着雌龟 而雌龟也含着泪 看着渐渐远去的雄龟 就这样 我们将雌龟压在了石柱底下 而那只雄龟则被带出山洞 在附近的一处山西旁放生了 伯父 那我们进那个洞里看看好吗 那里好多年都没人进去了 如果不是你提起 我差点都忘记这里还有个山洞了 你看 通往那里的路很难走 我看还是不要去了 但我想看看那个通天柱呢 那好吧 我就陪你下去看看 当阿智来到山洞后 便一眼看到了那根通天柱 那不过只是用一些石头雷起的柱子 唯一特别的就是在柱子下面压着一只乌龟 那乌龟四肢趴在地上 脑袋昂在空中 一双眼睛仍闪烁着生命的光泽 哎呀 伯父 你看 这只乌龟竟然还活着 这怎么可能 它只是没有腐烂 变成了一个标本而已 原来是这样哦 看它栩栩如生的样子 我以为它还活着呢 二三十年了 它怎么可能还活着呢 也对啊 它应该早就饿死了 啊 伯父 它 它眨眼睛了 哦 天哪 它竟然真的还活着 这怎么可能呢 就在阿智和伯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洞外的草丛里传来了一阵沙拉拉的声响 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往山洞里爬 伯父 好像有什么东西来了 伯父和阿智绕到石柱后面躲了起来 这时候 一只熊龟叼着食物爬进了山洞 石柱下的那只雌龟见后急忙摇摆着脑袋 熊龟走过去将食物放在他嘴里 饿了吧 赶快吃吧 你天天来给我送食物 实在是太辛苦了 我们说过 从今往后要一直在一起 生死相依 不离不弃 我想那只熊龟一定是找了好几天才在这个山洞里找到了雌龟 他咬不烂铁柱 也一不动石头 便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维持雌龟生命的责任 靠着爱的坚韧不拔的信念 一趟又一趟送水和食物 整整送了二三十年 这既是戚风苦雨的岁月 更是缠绵辉煌的坚真爱情啊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是啊 那这熊龟可真不容易啊 是啊 所以我和伯父当下决定 将那只雌龟给救出来 不离不弃 生死相依 希望这对乌龟以后能一直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沪池中华国际私实协会 邮政划播 沪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私实协会 划播账号50396819 50396819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005 账号012001205666 012001205666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慈悲置业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 起见梁黄宝燦共修法会 恭请战山法师领众 日期4月8日星期六 梁黄宝燦卷一 4月15日星期六 梁黄宝燦卷二 4月22日星期六 梁黄宝燦卷三 4月30日星期日 梁黄宝燦卷四 5月13日星期六 梁黄宝燦卷五 5月20日星期六 梁黄宝燦卷六七 5月27日星期六 梁黄宝燦卷八 6月3日星期六 梁黄宝燦卷九 时间下午两点 地点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 中山二路472号 七楼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静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母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2023年正式开启 药师祈福灯 欢迎台南地区 大德为重病者 点一盏药师灯 尽请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 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路二段 345号 众生因为有四种颠倒想法 而随顺世俗价值观流转 烦恼不绝 以为身是清静的 以为受是乐的 以为心是不变的 以为诸法是永恒的 在杂寒经中 世尊告诸比丘 有一称道 敬诸众生 令月幽悲 念恼苦 得如实法 所谓四念处 依四念处观修 可以进化烦恼 一 观生不尽 观照身体 实为不尽 而世间一味贪爱 追求身体的过度装饰 广即烦恼 二 观受是苦 观照感受实为苦 世间极力填满欲望的坑货 即使已得到为满足 终究也离不开 得到后失去的苦受 三 观心无常 观照信念实为无常 不但自己的心实时变化 他人也是 四 观法无我 实观诸法 均为因缘和合 生命相依 能够 能够弃而不舍地 休息思念处 就可以渐渐消除妄想执着 从种种烦忧 苦恼的火热中脱身而出 成为一个自在而觉醒的人 智慧明朗 心地柔和 宁静 而浸润在喜悦之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